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周帝ET 财资talk 今天请来刘老师 很久没见 真的很久没见 这些现在极度分歧的市况 真的要抓你上来摸摸摸 对了 没什么就不上来 上来当然有东西了 今天和大家看下拆解市场 应该如何阅读市场 是的 根据你经验不丰富 是的 头发都白了 已经够了经验 国际大使和市货走向和如何阅读 应该可以给我们很多计划 去参考将来应该如何交易市场 我的朋友说笑 自从9月1日中央出了组合拳之后 慢慢的市场升得很急 怎料最近回落后 成交亦缩得很厉害 他们就说笑 摸牛市未开始已经结束了 未成真爱以无情 对了 其实你这一期怎么观察呢 这个市我这样说 之前说牛市 老实说并不是牛市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牛市 应该是一些由经济带动 几年以年计的那些 我们才叫牛市 哪些牛市 美股就是牛市 你突然升得多的 那些都要升市 未必一定是一个牛市 反而我会这样形容 现在这个市 是一个叫做熊猫市 你大了 熊猫市 就是这个市 为什么呢 熊猫市 应该这么说 我们现在充满期望 对这个市 正如我们 每天看到姐姐弟 都希望她快高长大 每个人很有期望 其实这个市 如果你说真正有一个学名 放在这里 乖乖 乖乖 一起做节目 这个市 其实有一个学名 我们叫做期望星市 英文叫做 Hope Rally 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期望一些 好的事情 是正在发生 但是其实 是未完全发生出来 还有很多数据 证据 很多东西要估计 但是我们意识到 应该是向好 那方面发展 所以我们叫做期望星市 顾名思义 期望 去到某个位置 其实 这些期望 要变真才行 所以 其实我们这个市 都要到最后 你想去法国长大 到最后 都要见到 那些政策等等 要出来 交货才行 我们走之前 之前夹得很急 不过我们就比起 A股 其实走早了 个几星期 成千多点 如果真的计算上来 17点开始走 刚刚好 就去到 我很喜欢用924 924就是开 三大财金巨头 开记者会 没错了 这里我还有一个分界线 由923日 即是由17000点升到9月23日 18250点 你觉得对吗 大概升到1200点 升什么 升减息预期 刚刚讲减息 再开记者会 再升这段 所以如果你计算下来 其实我们 比A股上升 我们升了6200多点 没错 如果深水清的观众 应该会记得 我们早几星期开始升 但是A股 是完全一直跌 跌到9月23日 那么开记者会 才正式起步 很多人就说 这种政策史 又或者消息史 还没有实质性 证据 出现一个大牛市 没错 其实很难玩 有很多朋友 形容最近 左一巴 右一巴 因为我们期望中央 可以给更多的 驚喜给我们 但是每一次他们开会 使得市场都非常失望 使得市场 反而回调 那么这一刻的阶段 我们是怎样去摸 究竟是回调幅度 或者反弹幅度 各样的 有没有分享 可以分享 其实就是期望升市 Dabby说得很对 因为我们正式看到 实际发生的事情 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 就可以计算 还未计算 大家应该都记得了 过去几年 我们就看 当市场想不到的前景是怎样 很多时候 看技术就很小 量度头都会帮到的 看到画面 其实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 在2021年 其实都不是很久 我们曾经见过三万点 三字头 就来了个所谓大熊市 跌了超过一半 一路一路下 去到今年年头 甚至摸过万五点楼下 大家如果画面看到 其实就着这个 期望升市 我们曾经摸过一个位 就是穿越了一个很神奇的数字 是 两万二千 八百九十 九十点 大约两万二千九八点 什么来的呢 就是正正我们2021年 的顶 三万一千几点左右 下跌至低 一万四千几 转回一半 这个数字也是重要的 刚才你也有提过 是什么牛市 当然牛市要看长一点 但其中一个判断就是说 你一会升上来 你能不能够 升穿跌市的一半 你升不穿 先不要说 我们曾经穿了少少 Debbie考 我们十月头最高 曾经恒指见到多少 十月头最高 就是升得最快 就是两万三千都见过 三千二百四十一 没错 就是两万三千是穿过的 那就是仅仅是 其实试过这个 这个线 如果你冲穿 才跟你说是不是一个牛市 那现在我们试了第一次 刚才你说得很对 这些市真的很难说 左一巴右一巴 但对于我来说 牛市第一期 如果真的 我现在不是说 我现在看看牛市 但牛市第一期 往往 发生了 你都不知道 直接是不知道 你要走到第二三期 牛市原来 什么都升了 看回头 原来升了一段 为什么当时会不知道 就是因为 通常牛市发生的时间 市况都还是一般 经济还是一般 未曾有实质感 很容易 所以我出现中 英文叫denial 就是说 你会否定 升上来 你看到经济 这些东西不行 但是你升得多少 加拉 但是你一直做上去 现在我们有些 挺类似的情况 当然 升了六千点 刚才你说的六千二百点 你现在大概回回 一半了 三千多 其实这个都算合情合理 通常我们都说 一些升得急的时候 回一半 或者回0.38 八夜或者回一半 都算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 穿了就要留心一点 看看是否有问题 你升得这么急 老实说 真的 现在你看到内地整个经济情况 没有正式的改善 还有你又说得对 政策又好像没有一些细节 那怎么算啊 真还是假的 那些东西又升几千点 是假的 很容易你会否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想这么说 我们有四个字 很重要的 就是要 怎样阅读市场 有些什么的子盘 去帮我们 在一些 我们算到数之前 大家还在玩期望之际 我们怎样去阅读市场 判断我们是否还要再去 你说阅读市场 我想很多基金界都拿着估值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的 我们中港股市的估值低到 说到大家都开始不说 估值一定要说 但是至市急夹上来之后 大家就说 究竟那个PE expansion 能不能够令到那些基金经理 说服到自己 其实是否值得在这一刻 或者甚至酝酿回来 之后那一刻再入场接力 看看是否酝酿的 一个牛市 没错 今次的期望星市 我就问过他来的 原来他告诉我 有三个因素 去做到这个升市 第一 他就说 政策 你不需要他说都知道 不需要你说我都知道 政策的憧憬 第二 他告诉我 估值是够低 第三 就是基金 超级低配很久的时间 利益够货 我先讲估值 估值 估值低的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个图 好啊 这个图解释得到了 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 我给一个数据平均 我们过去五年 这个恒指的市盈率 平均是10.6倍 10.6倍 这个是安安平均 低个便宜点 高个便宜点 高个便宜点 大家看到过去几年 七倍 七倍是什么概念 七倍是海啸后 是啊 海啸未见过 海啸都是七至八倍 然后也见过 我们曾经够复偿 二三年 很多期望 都是10.6倍 然后不可以 一直下来 现在 收市大概是9.2倍左右 原来我们今次在9.2.3 9.2.3 9.2.3 开始起步 原来我们是八倍 这个我用是2025年的整理 数学就是这么神奇 八倍 去到十倍 多两倍 原来因为你的基数低 由八倍十倍 多两倍 原来可以升三成 就是这样 但是 八倍当然比平均低 就算是十点四倍 两万三千二百点的时候 原来还是比平均低 这个呢 其实就是正正 为什么市 突然间 就是听到 咦有些好消息 可能是一个转裂点 突然间可以 就是升那么多 就没事的 它只不过将那个 我们的股值 修复 修复 正常化 老实说 现在九点几倍 都未是正常 正常 正常应该平均 可能是十倍 所以是有权 不够够的 是啊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 我们今次的升涉 正如弟弟所说 它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股值够低 OK 如果是这个证据 就证明了原来 以股值計 其实是有权够够的 现在回到大概九倍 鬆一点的位置 那些人就会不停地问 究竟那些基金 入了场没有 什么时候入场 他们什么时候放心 把一些长钱进来 那我就做了一些功课 因为每个星期 都有些资金流向 谁知道被我发现到 之前第一个阶段 买入我们的蜀左手边 那个蓝色线 就是反映环球的对冲基金 持有中资股的比例 之前曾经 一度在一个星期内 即九月最后的星期内 一直扯上去 是直线升 但是 去到十月第一个星期 他们比起九月买入的仓 是大减了80%的 而一些很主动人基金 即是可能是一些 互惠基金 真要粗分那些 其实都是倾向走钱 甚至有一些 要么就走 要么就保持着 仓位在这里 我不买了 而中资相关的主动人基金 其实他们是最审慎的 反而看到是有一些 单周的淨沽出 一至两亿不等 那这些怎么阅读呢 你说这个情况 就和我理解基金的状况 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么说 因为过去老实说 这个市由二一年开始下来 一般的市 正常的中港基金 都应该叫低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的基金 可能他要看着 跟着指数 我们叫基准 如果看淡一点的市 我不要差那么多 我们叫低配 基准低一点 那他就可以跑 没有市跌那么多 就用市跌 正常的 那当然 在924记者会之前 很多都觉得 不得了 我都是低配 甚至我们有时听过 叫做ABC 这些就是外国的 環境金说 All but China Anything but China 就是买什么都好 不要买中国那些 对啊 没错 对于环球基金 不明白的 因为呢 他们全球配置 只是一个美股 如果你计算基准权重 六成 如果你计算中港 5%都不要 不要 我买多买少 都不是影响 所以他们没有 过去这两年 其实就相对的参与度低 而我也理解到 很多专注香港 或中港的基金 一直都是低配的 突然间 咦好像出招了 来了 有一批 就会立刻 会跟 另一批 老实说 都很好笑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我都没有 一次开会 已经升了两万三 结果没有追到 甚至有两万三 所以现在一般的 专注中港的基金 一是大概追到中盛岛 又或者甚至一些 都仍然低配 高配的我未听到 应该是很少数 是水高配 是会有的 但是如果你说 是环球一些外资的基金 现在的参与 仍然相对是比较少些 我做工房司就发现 这一份 我会有的 我参考其中一份大康报告 每个星期都有资金楼报 给我们看 就说环球基金 在中资股的配置 是低配大概超过330点左右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之后究竟会不会收窄上去 你已经回答了个问题 本来我想问 其实处于现在这一刻 已经11月了 基金经理的心理阴影面积 究竟现在是怎样 他们又要很惨 面对着一个消息事 我们等人大 看看是否真的有10万亿 国际熱港 10万亿 对他们来说 是惊喜还是不惊喜 你都不知道 心理阴影面积 照道理 应该是 专注中国基金的心理面积 是大很多的 听听刚才解释过 环球基金 没所谓 因为本身的配置 最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的股市 所以近年底 他追不追 不要紧 他反而真的想 不要紧 如果你说这个市场 是有前景的 我看清楚些 到时他会把钱赚进去 反而他又不是太赶 反而中港基金那边 我很同意 因为 我想起一个历史的故事 就是 如果我们回到 心理阴影 我们回到沙士 他们就去买房子 很便宜 我说 不是吧 很差 反而就是这样 他们都对了 这个故事教会我们 就是 我们有时都是这样的 身处的地方 看一些东西 是会有偏差的 无论是好 或者是差 有偏差 正如现在 是这样的 内地 可能是内地的资金 看回内地的情况 他们 比较上是会悲观 悲观一点 比起 所谓客观一点的 例如外国资金 看上来 他会悲观一点 生存 我看都不行了 所以简单而言 也解释了 为什么 现在还有很多基金 老实说 一招比蛇咬 十年怕草生 过这两年 市场真的不一样 令他们很凄惨 基金也很难做 所以我们经常要找 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基金 在买我们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特性 和他们长还是短 还是薄反弹 还是慢慢建仓 有些人就说 参考回4至5月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个升市 4至5月是 我又不叫升市 那个是 去到19000 基金夹仓死的 太短时间了 那个是快的 16000 升了19700 3000多点 都升了20% 当时就很清晰 就因为大家也是悲观 还应该记得 当时都出了一些招 就是关于内房等等的招 其实就不是很重拨 但因为真的太悲观了 16000 变成一下子 抽一抽 夾上来 那时都令到不少的中港基金 被迫 含泪追货 含泪追货 亦都帮了一把 上了少少 现在反而 没有那么低配 但当时 完全看不到 有外国资金 外基金 是有参业的 因为时间太短 也没有一个很重大的故事 走出来 也当时看到成交 1400亿左右 那个数不够多 不及今次 去到成交 一会儿要跟你一起分析一下 这一个都是 各位观众朋友 都在来 其中一个 我们阅读市场的时间 都需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成交 好 反而我想追问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件事 一些熟资国情的资金 追过来 其实不代表它一定是对的 但是 我们有没有重大的启示性 因为一个二个同学说 只要北水一直进来 他们不沽 其实他们熟资国情 那就对的了 不要管那些鬼佬了 就是那些这样 今趟呢 我会非常留意 内地资金的走向 当然 可能中间会有一些 我们叫bias 有些偏差 因为身处当地 有机会比较悲观些 但是反过来 如果连这些资金 都肯入市 不是 身处可能会悲观些 都肯入市 那证明真的有了 就是我们未必 那么熟悉的国城 所以这次我会看两样东西 第一 我会看北水的流向 直接画面 大家看到 这个怎么看的呢 就是我们看到 一些线是向上的 那这些就代表 多些钱 买这个港股 那大家会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当然 在福尚的时候 最早出边 哇 马上买吧 但是其实去到福尚 没多久 其实买少了 其实已经有预事了 接着最近 最近 就是我们今年 大概 三四月左右 曾经我摸到 一万五千的流向 买什么 今年主要是买中特股 还有是买两个 比较重磅的科技股 说得到的了 其实大家看数字都知道 腾讯和美团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那些线 去到大概 七八月左右 开始慢回来 因为其实都吸货 而最有趣的 反而是924 开完记者会 原来那些北水 没什么特别买多的 为什么呢 足够了 之前有货 你数一下 从三月那里数上来 他已经买超过了 五千亿元的 只买入 足够了 反而 我们也可以理解 对了 你这些人 不够货 你就踢高六千点 那我都trade一下 trade先 但是最近 大家如果看到 最右手边的那些线 你会发现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开始 下回来之后 由两万一千点开始 又开始 北水的那些线 又高了 而在那个高度 开始拍得住 他们三四月开始买货 这里就正式形成一个 形态 一直买下去 所以我说 为什么呢 大家 记住观察这个 还有提醒大家 各位观众 当他们买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留意 他们是买 或者是买 有没有买 或者是买指数的ETF 如果是说话 不用算的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 只是配置上的套凳 很多时候他买完之后 又要沽回套凳 要看他买个股 是的 要买个股 那些才是合数的 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在买 但是我又没有看到 他特别说 买哪一类个股 有些比较散 但是最近看到北水买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现象 第二样要看的 右手边这个图 就是A股 其实我都应该上来这么多次 应该都跟大家提过很多次 有一个方程式的 一来是方程式的 大家看了图 原来A股和港股 恒指根本的走势 是完全一样禁制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 简单的方程式 大致上 你将护心300 乘以5 差不多 就是恒指 对的 现在大概3900几点 成一成 原来真的大概2万点 差不多 我都见到每一次 当一个恒指 如果我用一个方程式 就是我们用一个 统计上的关系去计 每当大家看到图 如果偏高了 我试一下 有机会尖等回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多时候 外国的资金 来买 买港股会快些 有时他太急 他就会买得快 A股的走势 偏高就会下回来 所以应该这么说 现在曾经试过15% 偏高了 现在最近好很多了 只剩5% 我会特别留意 A股的走势 因为A股老实说 就是主要熟悉国情的内地资金 去配置 这个老实说 一定是 起码看个人通透过我们 这个很肯定 醒目的散户 醒目的散户也好 机构流支也好 所以看着两样东西 北水和A股的走势 另一样东西 你刚才提到 就要问了 因为成交方面 五千亿 跟着六千亿 现在下回是千多亿 那怎么去解读这种成交 是否形成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新的常态 有没有什么可以阅读 如果你说阅读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三个提示 看着三样东西 你是他讲的 是的 这个我讲的 他懂什么 第一个 他有讲过的估值 估值高不高 现在当然还未高 希望 如果你说 未来的政策 真是生生生生生 真是有料到 那个估值 还有机会去膨胀 还可以上收 现在你仍然低个平均 没有问题 这个第一个我要看估值 有没有偏高度 第二 就是你刚刚说完的 成交额够不够 好了 成交额 老实说 你要看下 当时股市的市值 做一个比较才行的 我记得我做年轻的时候 十几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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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够了 三百亿成交 已经说一声 很厉害 打大岸的时候 八百亿成交 已经是 荆天动地 现在狠狠 过千亿 不够一千亿 不够成交 对的 所以大家要看那个 和那个市值比 大家在画面 应该看到 就有个比较了 我们看那个 我们有一个 一个学名的 叫做转手率 turnover ratio 简单 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看一下 整个市 总市值 一年之内 究竟有多少成交 转了手 原来我发现 过去二十年的平均 大概有84% 市值的股票转手 什么概念 84% 举个例子 如果总市值 有50万亿 84% 或者80% 一年的成交 80% 即是说 如果当年的总成交 每日每日加上 有40万亿 就叫做80% 的转手率 这里有个数字 就是84% 这个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平均 当然 有高有低 怎么高法呢 例如高得可以 好像 07年 金融海啸 哇 真是 世界略略 成交当然多 曾经试过 129% 哇 这个很高 那我们2015年 尤其是过A股大事 没错 那时都差不多 接近有100% 有98% 好了 今年 原来 由1月2日 一直数到923 都有84% 当中我看到 其实有部分的成交 北水 他们买这个中特股 做了出来的 好了 那又看看 924开始了 到上个星期了 到24日 应该是10月24日 超过了200 当然 很激烈 那我就会用这个 嗯 有了数字 那我们就知道 究竟应该怎样的成交为止 大概现在 整个香港股票的市值 大概是36万亿左右 那我们曾经见过40万亿的 就在23000年的时候 好了 那如果你说 用20年的平均 84%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每天的成交 大概12亿 合格 叫做合格 那如果你说 用大时代的时间 比98% 14亿 甚至最瘋的 金融海啸 啊 乱晒龙的 129% 就是千斤 就是简单而言 如果港贵成交能够维持到 1400至1900亿 用这个市值去计 代表 有动力 就是有动力 在那裏做 就是市是在动的 那市是在动的 不要理会是升跌的 那当然 譬如5000亿成交那是升市 譬如6000亿成交那是大跌市 没错 我们不需要理会 它的成交 最终是升市 因为你说 那麽大的成交 那天 当日的市况 是比较极端 是 那我现在说的这个 就是 拉远一点来看 这几天的市是静一点的 就是市落 市落成交 是正常的 还有这几天的市 老实说 最近都在2万 至2万1 1千的区间上落 相对来 是一个 靠穩的 上落市 但是我们平均拉倒 都有1千5 6、7亿的成交 那就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能够在这个区间 即是说 原来都有动力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好 因为如果 你说 下到这里 只有6、7、8亿 那不用说了 可以 即是散了水 根本连期望的资金 都没有 走光了 但是 如果当那些 即是还能够有 这样的成交 即是说 其实 你不知道 原来是有些资金 在跟你一起期望 这个很重要 因为 现在我发现 很有趣的事情 关于第三点 一会你问我 究竟 如何阅读市场呢 这个就是第三个 我们要看共识 共识 现在 去到哪一个位 你觉得现在有共识 现在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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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共识就是好 现在有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现在有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这是最好的 是吗 我最喜欢有共识 然后倒转来做 这几年 我们真的是 杀共识 杀共识 我都说过很多次 这个字眼 这几年都是 不是只是股市 很多杀共识 包括 你看债息 看回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市场 大家一面倒 都在想同一件事 相信同一件事会发生的 大家都相信 债息会跌 大家相信 美金会息 举个例子 这些这样 很多时候就居然 是 到最后都不会发生 是 到最后都不会发生 其实我经常都说 归咎于 我们的资讯真的太过发达 变成了我们很容易 很快接收到资讯 很快将一些想法 很快已经传递了整个市场 那我们先讲一下 为什么没有共识是好事 正常我先说 为什么 当然社交共识的时间 就很容易被人居留 现在这一刻 我和很多不同的基础投资家 谈论 真是好分的 一批 刚才说过 一招比射咬 现在那些东西不行了 那里起码佔大半 但是有另外的小半 就是很有经验的 他立刻在那里 习主席这样说 不是 有些东西 他过去一年都没有说过经济 突然这样说 整个布局应该有一个很强的部署 这个应该有机的转捩 这一批 就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 个个都不需要你说 他这么说一定是做事 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呢 现在没有共识 反而是一件好事 起码我们现在这一刻 我们并不是擠勇共识 起码是这个情况 因为那些很成熟的基金经理 他们都经历过以前的几个大时代 对吗 是 你刚才将出来的那些成交 拿到最大时代的那几年 其实有些人都觉得 其实我们如果用零八金融海少比 好像不太对 因为当时环球一起放水 对不对 有QE 2015年好像比较像今次 因为那时的经济有问题 然后大家看到中央很想 财富效应来帮忙救回市 救回经济 谁知道就割韭菜 到最后跌得很紧 而中港股市都 有些人说 20年又是否值得参考 那时COVID之后 那些组合权出来 那你会怎样定性可比性 如果你看到画面 就是三个比较大的 就是作为一个财政的刺激 我不同意用2015年的大时代 我是倾向于看2008年 就是自2010年 那个刺激比较近 因为2015年 大家为什么会拿这个 一来近一点 记得 大家要记住 现在很多做分析 或者讲过去 很年轻 很年轻 我都生在那些 那些 那些其实可以记得 还有 当时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财政刺激的事情 只不过当时 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 牛市可以推动经济 财富效应 当然最后失败 其实那时的财政刺激 其实是当市下跌才可以做 是那时做了所谓的澎改 那当时其实不是怎么扔钱 反而大家如果画面看到 我们应该用回2008年至2010年 是的 我同意 当时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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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那情况跟现在相对是有些类似的 而你刚刚讲的新冠的时间 其实时间比较短暂 大半年也都不是那个规模 好像现在讲的几多万亿 那些叫万亿 只不过就这些逆周期的做事 所以如果我们用观察 我会看到 2008年至1年 大家如果看那个 有些小的字 你会看到 当时其实做的时间都比较长的 那时又做了一年多 很快要影响效用的 因为 其实外国那边很快要稳定 那当时拿了四万亿 而当时你看到 那个经济增进 真是肯上来的 去到2010年第一季 是说的是十几% 而股市当时升了多少 超过一倍 所以你看看当时发生的事 升几千点 即是香港升几千点 内地那里升三成 老实说 看回当时的情况 这些真是十十岁 所以也配合你之前提到 比如那些基金 他们是在看 究竟股值还可以膨胀多少 即是他们在这一刻 究竟 怎样跟客户交代 我进不进场 追回表现 是否说服到自己 真的不是这么说 这个很重要 弟弟说的 他说过 股值够低 是的 大家看回这个表 很简单 看回当然 现在我们去到 现在年尾了 接近年尾了 我们就讲2025年的市盈率 是 2025年的市盈率 那大家可以看到 恒指也好 互芯300也好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有手边的MSI中国也好 市盈率 各有高低的 我们用它自身的 平均去比较 全部都是给它五年的平均 都可以 尤其是右手边 MSI中国的指数 为什么我不断强调 最有手边的MSI中国 一般的基金 如果你说是买中资股 它那个基准是什么 不是恒息指数 不要弄错 我们是喜欢看恒息指数 但是机构投资者 是MSI中国 所以这个对于云朗很重要 哇 现在多少倍 10.2倍 季定便宜 原来和五年的平均 12.8倍比较 低成两成 这个就有趣了 因为如果你说真的 我们见到一个政策 能够 帮到一个经济 有一个很重大的基础因素的估值 可以写 但是它又 哇 市场上升了 那追不追呢 看回估值 我低两成 那对了 我写报告都写到 容易写 你说如果现在不是10倍 10.2倍 现在是30.2倍 你怎么写都写不行 所以这个估值 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我提供 为什么我们阅读市场 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看一看当时的市盈率 会不会是过高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去想 其实我不用说 去到什么2021年 恒指14倍 那么夸张 我只要例如MSI中国 它抵回上去的平均 我都在说多两倍PE 所以这里也很固定 就是给到我们接近有三成的 接近的这个up side 但是我们还是在说一个 是回归一个正常的P 正常的 还有我没有计算一件事 因为呢 现在你看到呢 分析员做这个盈利预测的时候呢 它没有想过是有什么的财政货币刺激的 它纯粹用现在的市况 去估计明年的盈利增长 如果这些财政货币政策 是真是见效的说话呢 相信是会落到 其实不是相信 你根本想的经济是好 是会落到的经济 会是帮到那个盈利预测 帮到那个企业盈利 那就是说有权 这些盈利的估算 可能甚至偏低 也可能 就是2025年或2026年的市盈率 未必是那么高 哇 这样就夸了 这样就夸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刻 大家都在金睁方眼看着 究竟我们是不是熬了几年了 是不是真的政策离仪 而这些政策到最后 真的要努力了 努力起来 努力到 连经济都可以受惠到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和你的朋友 其实暂时都没有假定到 我们在酝酿着一个牛市 大家都想 老实说 悶了那么多年 都真的想市场回来 亦都这么说 内地和香港息息相关 如果你说出一些政策 帮到我们的经济 香港一定是帮到的 我也很想看到 希望是这样 接下来 还有很多重大事件要看 美国大选 又或者人大会议之后 会陆续有更多的权 有多少的组合权 可以让我们提到 不过我都想提一句 大家看《期望星星》的时候 不要太介意 那一粒数多大多少 其实最大的重点就是 究竟内地出这些政策的决心 是不是有持续性 是不是会一路一路出 出了就算不够 行 没问题 我有决心的 我再出多些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多谢你这次 帮大家一起阅读这个市场 希望找到大家 下次应该陆续有东西看 又有东西说 所以你有空就要上来 没问题 带你的朋友上来 今天差不多 希望下次来法国再来 拜拜 拜拜